封建时期 我国曾经有过很多位皇帝 皇帝去世的时候 全国百姓都需要为其哀悼 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宋朝时候有一位皇帝去世之后 乞丐都给他烧纸钱 远离都城的小村庄 百姓都自愿穿上了校服 堪称千古一帝 大家好 我是新书的皇帝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个皇帝就是宋仁宗赵珍 宋仁宗出生于公元1010年 他的生母是李飞 在出生之后 就被抱到了皇后刘娥的身边 冒充是他的孩子 所以也给后世留下了 礼貌换太子的传说 八岁的时候被封为太子 十三岁父亲去世 他就被推上了皇位 前妻是由当时的刘太后 垂帘听政执掌政权的 二十三岁的时候 他才自己亲政 他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在位时期北宋的经济快速发展 各领域都有了一定提升 而且作为君王他非常忍厚 擅长书法 公元1063年 54岁的他因病去世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开封城内所有的百姓自发霸事 纷纷在街头巷尾痛哭流涕 过了好几天依然没有断绝 即使是街上的乞丐 以及年幼的孩子 也都纷纷拿出纸钱为其焚烧 据说那一段时间 焚烧纸钱的人太多了 导致这些烧纸的烟雾 都飘满了城市的上空 遮蔽了阳光 他的死讯传到偏远山区 山区里的人 也自发穿着白色的校服 哀悼皇帝的去世 当时北宋的边疆最大的威胁是辽国 辽国国君得知赵真离世的消息后 抓着宋朝使者的手 痛哭流涕表示自己 准备在辽国境内为其修建衣冠种 感慨正是因为有赵真的存在 才让两国和平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后代的历任辽国君王 也会对赵真进行供奉叩拜 犹如自己的祖宗一般 赵真去世后 百姓自发为其举办祭祀活动 也让很多人认为 他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出现这种情况和他的人德分不开 他作为封建时期的最高统治者 却会体验底层人民的处境 据说有一次他在皇宫中散步 当时正值夏日 天气炎热 他有一些口渴 看到左右并没有提前准备水壶 担心左右工人受到惩罚 干脆忍着口渴 回到宫中之后才去喝水 还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 吃到了食子 但是他却不曾声张 害怕负责做饭的工婢受到惩罚 只是在后来嘱咐身边人 做事要认真细心一些 但不必要因为这种小事惩罚他们 除了对于这些宫女太监非常仁慈之外 他对于朝中官员也十分宽容 包拯作为官员经常仗义直言 有时候情绪过于激动 在与皇帝争论的时候 甚至唾沫星子都飞到了皇帝的脸上 但是皇帝却毫不在意 擦干了脸之后还会接纳他的意见 他在魏时期身边出现了很多名臣 这和他的宽厚仁慈也是分不开的 唐宋时期 我们国家的文化迅速发展 宋朝文化最鼎盛时期 就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 各地出现了很多文化名人 唐宋八大家中 有好几位都生活在仁宗时期 这些大家包括王安石 苏氏 欧阳修 范仲淹等等 他们也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 宋仁宗时期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 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提升 相比以往人口增加了三百多万户 到了仁宗末年 全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千二百多户 远远超过了唐太宗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加 税收也大幅提升 北宋的税收数量相比于汉唐时期 多了三倍以上 宋仁宗在位时期还发行了最早的纸币 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还注重工商业的发展 取消消禁制度 允许百姓一晚开张 出售物品 宋仁宗重视对外贸易 促进了和边关一族的经济沟通 这也让开封成为了当时的国际化城市 在科技方面 北宋也有了快速的发展 宋仁宗时期出现了火药 撕南以及火字印刷术 随着这三大发明的出现 在航海领域 北宋也有了快速发展 火字印刷术 更是让宋朝的很多文献得以保存至今 火药也出现在了对外战争上 宋仁宗时期科技迅速发展 读书不仅仅是人们的唯一出路 还有很多人会将精力放在科学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杂书 比如孟希笔潭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其中也记载了很多的科学成果 除了这些 一件小事更是反映了宋仁宗的公正无私 宋仁宗后宫有一位书头夫人 善于用导引术给宋仁宗梳头发 说白了就是头部按摩 有一天 宋仁宗退朝 让梳头夫人给自己按摩梳头 宋仁宗的袖子里 恰好有奏书录了出来 旁边的嫔妃侍女都抢过来看 结果一打开 众人心都凉了 原来这是大臣要求皇帝减少宫女的奏章 梳头夫人表示不服 说现在京城的土豪 都有很多使坏丫头 何况皇帝 皇帝又不是养不起 何必让这些大臣说三道四 应该把这些人一一驱逐 宋仁宗一言不发 依旧按奏章里的要求办事 外放一部分宫女 减轻宫中的负担 结果梳头夫人 恰好在外放的名单里 宋仁宗知道后 没有过问 宋仁宗真是干得漂亮 连大臣都不得不点赞 有人问参之正事 副宰相 吴奎说 皇上跟汉文帝相比怎么样 吴奎回答说 从这事就能看出 咱们皇上超过汉文帝太多了 不当众反对 书头夫人 世人 坚持节俭 外放宫女 失忆 事实证明 宋仁宗在位期间 北宋的贤臣是最多的 如韩旗 范仲淹 司马光 傅毕 欧阳修 包拯等等 都能克尽职守 造福百姓 而且宋仁宗礼遇群臣 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挞大臣 不准辱骂公卿 对老百姓也多次减免赴税 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和赵真有着极大的关系 所以后人也将其称为千古一帝 在他去世的时候 更是出现万人空向乞丐 为其烧纸钱的盛况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